全亚洲第一座国际艺术篮球场在淡海新市镇启用 这座球场由宏泰人寿800万打造 经过一年的策划施工是终于完成 一块去看看 全亚洲首座的国际艺术篮球场在淡海新市镇启用 由波兰艺术家菲利普·帕格斯基创作 是他在亚洲的第一个定景创作 也是亚洲首座国际艺术篮球场 透过奔放不羁的线条 还有饱和鲜明的色彩 让艺术与运动碰撞出新的火花 而菲利普·帕格斯基本人也在上周六 亲自参加开幕典礼剪彩 见证这个运动时尚潮流的台湾新地标 站在这里我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淡海新市镇 可以有这样一座具有时尚感设计感的篮球场 它不仅美观也将会和美观有约 法国巴黎 及其他世界各重要都市的艺术篮球场一样 成为汇集活力与精彩的新场域 这一座由鸿泰人寿以造价八百万元台币打造 经过一年的策划设计施工 董事长表示 在淡海新市镇有了这一座具有时尚感的艺术篮球场 将与美国纽约法国巴黎有同样的国际场域 并且与心绪症的吉米一起呼应 让这一座程序有更多的艺术气息 对此附近居民看到有这么好的场地 都等不及要来续续伸手 那因为我也是在干嘛来淡水新地镇不到一个月 我本身我们家很喜欢打篮球 但是不知道哪里可以打 那现在有这个场地供这个地方 给我们当作乐爱运动的朋友有一个地方 你觉得这个篮球场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特别的地方当然就是 第一个当然就是它的地板 由我们这个波兰特比较大的艺术家 所设计的这个篮球地板 那跟品牌外面只有纯绿绿的话 视觉感官效果会不同 我觉得这个篮球场就是一个国外的设计师设计 就是很特别 没有说篮球场有设计师特别来设计这样子 从今天以后 在淡海新市镇 不仅有台湾最受欢迎的艺术家吉米的作品 也有国际最受欢迎的Philip 这座篮球场今天开幕以后 将会免费的开放使用 设计师帕克斯基为了保留纯粹的创作习惯 选择以篮球规则和爆发力融合的本局 作为创作的主轴 直觉选择配色利用手绘 让篮球场保留本身该有的基本线条 也让绘画与球场有所连结 而红太人寿表示 有国际艺术家愿意在台湾创作 他也乐于合作 而这个球场在每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9点 免费开放给民众使用 也欢迎民众可以来打一场好球 记者许端一 电视三方报道